都为了猫而来。 艺人变粉丝球与演员互动。 音乐剧《猫台北》首场吸引百位明星到场支持。 图记者业症薰社。 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一五。 音乐剧《猫鱼金》十五日开始于台大体育馆首场演出, 连续四天共六场。 猫的魅力不止让台中台南场场爆满。 今天的首场吸引了百祖艺人,包含陈亚兰、胡雨薇、爱依良、 周晓涵、蔡敏佑、有感觉、罗美玲、江美琪、李嘉威、 吴问芳、曾子余、朱敏儿、杨子怡、潘玉文、邵宇薇等知名艺人一起前来。 音乐剧《猫》是伦敦成熙和白老汇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之一。 最独特的地方是,它也是一部互动性最强的音乐剧, 演员随时都可能从四面八方走下舞台,摸摸观众的肩膀, 拉起观众一起跳舞。 与其他音乐剧不同在于它是一出没有剧情,没有台词的音乐剧, 以各自独立片段,拥有各自独立角色建构出一场以舞蹈权势猫的音乐剧。 剧中由老猫格丽莎所唱出的《Memory》更是传唱不朽的经典金曲。 吴雨薇受访时提到,对于能到场欣赏演出,感到非常的兴奋, 这好像是蛮经典的音乐剧,今天终于要让我亲眼看到了。 学过声乐的李嘉薇表示最喜欢的猫里的经典歌曲《Memory》, 好期待听现场,真的会想跟住唱。 演员邵雨薇,最近已经结束戏剧的拍摄,正值休息期的她也现身会场,期待万分的说, 演员的妆容都很真实,因此很希望能近距离与猫的演员们互动。 将美琪·艾依良扮成猫来欣赏音乐剧猫《模样逗趣》。 《图记者业症》,《20101803.15》。 《图记者业》,《图记者业》,《20101803.15》。 《图记者业》,《图记者与商榮》。 《图记者业》,《图记者与商榮》。